我首先要讲究 第一,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你的人挖掘着这个船房 我先讲一下这个船房 有一个隐形的船房 有些人就会因为上手太陷在船身里面 下到水之后,放斜的 你想想,当你放斜的时候,你会怎样? 一拉,船就有一个弧形的样子 把水下的力转向船房 但是我们的目的,是船向前走 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动作 就是要直接把水拉向后面 沿着船房拉向后面 所以我们要上手,要尽力推出些 我们是船向前,拉一板 调整脚 船旁的脚 我们转下船旁的脚 向前 你会舒服些 是吧? 一拉一板 那你就会向后 好吗? 好吗?